看到这个视频标题 大家能想到的理让规则是什么 拐弯让直行 理让行人 减速让行 停车让行 是不是常见的就这几个 我们平时开车在路上行驶 难免会发生碰碰擦擦 但面对责任划分 很多司机都有意义 为什么两车碰撞 凭什么就判定我全责 确实很多驾驶员 一直对众多的理让规则 不是很清楚 下面我们就来一块儿学习一下 交通规则中的一些理让规则 今天的视频内容比较多 时间也比较长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 以免在看的时候找不到了 我们先来说让行标志 分别是减速让行和停车让行 减速让行标志 一般是示范于路面的三角标志 提示我们要提前减速 让主路车辆先行 停车让行标志 一般是右边行的标志 表示必须在停止线以外 停车观察 并且确认安全之后才可以通行 对于没有让行标志的路口 车辆必须按照指示通行 被让行的一方 具有更高的路权 下面说的让行规则 我们最好都要知道 第一个都是执行时 遵循让用原则 这边还有一个前提 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两辆车交叉方向执行 这种情况下 要执行让用原则 当两辆车通知实现路口 左侧的车 要让右侧的车先行 这是因为在司机的视野中 左侧A柱靠车主进 这档视野范围大 右侧A柱离车主远 这档视野范围小 在这种情况下 左侧的车 更容易提前发现右侧的车 右侧的车 处于视野劣势 应该被让行 第二种 转弯让执行 机动车让行规则 第二大条中的 第七条明确规定 在没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 转弯了机动车 让执行的车辆行人先行 机动车在行驶的过程中 原则是 向左向右转弯的车辆 要为执行的车辆避让 因为执行车 速度较快 车流较大 转弯车速度慢 车流车流较小 转弯让执行 能够减少道路拥堵 和交通事故的发生 因此当主路车辆 右转进入辅路时 即使辅路车辆 是执行状态 也万万不可抢行 一旦发生事故 辅路车辆 将会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条是 转向并入导流带 在一些并入主干路的 辅路路口 会有转向并入的导流带 引导主路车辆 必让前方入口车辆 如果此时有车辆 执行闯入导流带 与正在转向 进入主路的 辅路车辆 发生事故 那么闯入导流带的车辆 是要负全责的 第三条是 灯头让灯尾 经过十字交叉路口时 先进入交叉路口的车辆 有有限通过权 如果白车举过停止线 通过交叉路口的过程中 信号灯由绿变红 另一方向信号灯 由红变绿 这时候进入 交叉路口的红色车辆 必须让行 白车通过 一旦发生事故 红车全责 白车无责 第三种是 右转让左转 左转弯和右转弯 是相对于 对象形式的车辆来说的 交规明确规定 如果因为右转车 没有让行 而和左转车碰撞 发生事故 右转车承担心不责任 一辆车向右转 另一辆车向左转 但会驶入同一个路口 在这种情况下 右转的车辆 应该让左转的车先行 右转让左转的原因 是因为左转的车辆 形式估计长 如果右转的车 不让其先行 那么左转车辆 就要较长时间 停在路口中间 或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除了上述的三大原则 还有一些特定情形下 一些车辆 需要注意的让行规则 第一车道变更 左右两侧车道的机动车 向中间车道变更时 左侧车道的机动车 让右侧车道的机动车 先语变更 第二障碍物 如果是双向车道 则有障碍物的一方 应该让无障碍物的一方先行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有障碍车辆 已经行驶到了 一半接近障碍物 则无障碍的另一方 应该将低速度或停车让行 第三种是环导路 进入环导路的时候 将要进入环形车道的车辆 要让已经在环形车道内的车辆先行 第四种是盘山公路 在盘山公路上行驶时 靠山起的车辆 要让不靠山起的车辆先行 这是保护不靠山起的车辆 避免因其让行而滑落山崖 第五种是汇车行行 在路面下载的道路上行驶时 挥车时应该根据指示牌 进行让行或者先行 第六种是 破铁路段让行 在下载的坡路 上坡的一方先行 但下坡的一方已行驶中途 而上坡的一方未上坡时 下坡的一方先行 最后一点是离让行人 我们在路上行驶 不仅是车辆之间需要让行 在车辆和行人之间 也有很多让行的规则 离让行人的规定 现在也已经在各地实施了 交通安限法规定 车辆需要停车让行 正在横道线上通行的行人 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汇行的道路上 只要有行人 在横道线上通行 车辆都需要停车让行 在没有信号灯 和横道线路口行驶时 遇到行人串行马路 车辆需要停车 离让行人 当马路中间有绿化隔离带时 可以这么做 当行人未超过绿化带 虚拟延上线时 红车需要停车 离让行人 蓝车可通行 当行人已经通行 超过绿化带 虚拟延上线时 红车和蓝车 都需要停车离让行人 右转左转时 需要离让行人 等行人通过后 再继续行驶 当然作为行人 我们应当快速通过办法线 同时要遵守规则 不闯风灯 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好了 今天的让行规则 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 关于开车谁让谁的问题 也就是车辆与行人 所拥有的道路优先权 明确的路权 才能最大限度 降低路口事故的发生 交警解释通过 车辆路权 来判定事故责任的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了 在通过路口时 一停二买 再通过 几阵驾驶时 安全出行 如果觉得视频的内容 最近有帮助 欢迎大家点个关注 我会每天为大家 分享汽车行驶 使用小知识